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一款非常简单的去鼠茶 但功效非常好的 可以针对一些轻微的中鼠 但如果是严重的,就一定要进医院去急症室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叫仓耳根的药材 它是中药的一种 但很多时候去药材店,你问多数都说会没有的 其实我上网看,仓耳根的功效很多 它又可以针对肾炎,肾炎水肿可以帮助 八日咳,咳嗽也有帮助 也可以清热和解毒 但我自己认识这只仓耳根 就是由我奶奶那边知道的 那对我来说,这个仓耳根的功效是去鼠 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我老公很多时候在夏天 好像现在三十几度,很晒,很热的时候 但是可能你都要工作的关系 那你会出出入入一些冷气地方 又或者你会走过一些户外的地方 那你会晒晒了一轮之后又入一些冷气地方 那它就会经常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会头云 但是它最初有时都不知道 因为它那个头云是很轻微的 就是人又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东西 只是觉得有少少头云 那它就很多时候 有时都不会记得自己是中暑的 因为有少少头云 那它又会以为 会不会血压有问题 又或者会不会吃得太凉 就是会不会最近的饮食吃得太凉 那后来就查过 就是查过血压有没有问题 那在饮食方面 也不觉得说是特别凉 那就突然间醒起就是中暑了 那这个茶呢 就是百事百灵的 每次它一有少少头云 那它觉得可能真的中暑了 那煮这个茶呢 就是喝了就立即没有头云了 那这个茶呢 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拿一汁 就是大概用一手拿一汁 那接着呢 就洗净它 那水呢 我就用3.5公升水 那水滚呢 就转小火 那一小时 那在尾尾呢 就加一片片糖下去 那大概煮多5分钟 那糖溶了就能喝了 那如果你们真的去药材谱 就是问又找不到的呢 那你可以和药材谱 最好就找双熟药材谱 就叫它去帮你呢 就拿一包 因为呢 你要拿一包呢 它就可以帮你拿的 因为其实它们都是 它们拿一些中药呢 应该它们都是有一个地方 是可以 就是好像 它的批发的地方拿药 那你跟它说你想要这一只呢 那它就都可以帮你拿的 我大概是应该几年前的 应该都有五六年前 它那包写着2015年生产的 那我想我都是 如果你算下去都应该是五六年前 那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应该一包 就一根装的 那都是 卖给我呢 都是五万多六十元 左右的 那其实一包呢 你可以很久的 因为你只是觉得 你有些头云 中暑的情形 你先来煮 煮一次呢 就已经可以了 所以一包呢 你保持很多年都可以 那所以呢 你储存的时候呢 就最好用一些 蜜蜂的袋呢 就再带好去 放在阴凉的地方呢 就可以放很多年 那随时到夏天呢 就有需要的时候呢 就煮来喝吧 那网上的资料呢 就说呢 这只仓耳筋呢 就不适合 跟猪肉一起食用 也不适合 跟糯米一起食用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 只有一点轻微中暑呢 你只要当它是凉茶喝吧 就是煮完之后呢 就不断喝就行了 那就不要跟其他东西一起食啦 那就不会有什么冲撞 不过呢 我突然想起呢 就是现在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都有机会 用淘宝呢 去买中药材啊 那我觉得 如果自己淘宝 你可以试试找找 找不找到这个 因为那些药材都是由中国那边来的 那如果是找到呢 我相信 应该 应该会都便宜过 你在那些药材店 就是托他们 再帮你拿货啊 那好了 今次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还有我很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的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